来到位在星亥路四段旁的星亥生态公园 可以发现设施都非常新 因为这里是110年2月才完工启用 除了有大片绿地与休闲步道 最受小朋友喜爱的游乐设施也一应俱全 三座摩石子溜滑梯和小型攀岩场 中间则设计成弹跳床 都让小朋友可以尽情跑跳游玩 一旁还有两座沙坑 并且设置了水龙头 小朋友可以提着水桶装水 在沙坑里堆沙 高低不同的沙桌 则让孩童可以一起互动游玩 由于过去是宪兵营区用地 公园便以体能训练为设计概念 设置了三座原木攀爬架 各种攀爬难度相当具有挑战性 另外这座滑锁也是一般公园比较少见的设施 而且和攀爬架一样 地上都铺了木屑作为缓冲 避免小朋友跌倒受伤 另外过去营区内的大榕树 也被妥善地保留下来 见证过去军营的历史 在靠近辛亥路上 可以看到有几座方形的水泥设施 原来是为了解决附近淹水问题 公园的下方规划了大型的制洪池 兼具修气与防洪功能 在公园游玩 不时还可以看到文湖县捷运经过 另一头则是可以跳往101大楼 想要来此游玩 骑Ubike或是搭公车 搭捷运到辛亥站 交通都非常方便 欢迎亲子一起来游玩 公民记者陈宜如台北市报导